观众朋友 其实我们也是媒体 我们去批评绿媒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那我们是蓝媒 还是白媒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问题是 我也不晓得大家在急什么 9月5号被柯文哲被收押 今天是9月12日 他被押了第8天 那你才8天而已 你要干嘛呢 应小威在机场被拦下来 是8月27 到现在就多久呢 就两个礼拜好不好 那你们到底要干嘛 现在就要结案了嘛 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为什么 谈案只要谈成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无奈 我不是说我太厉害了 我才觉得很疲倦 因为每次遇到这些案子 然后大家都要这样吵一遍 我也很奇怪 谁能够代表北检 台北地检署 谁能够代表北检 这种这么无聊的问题 由我来说明 我都不好意思 当然只有这三个 这个检察长能够代表北检 香岳主任是北检的发言人 他也可以代表 不然就是北检发的新闻稿 那谁能代表北检呢 那如果不是检察长讲话 香岳主任讲话 或是北检发新闻稿 你为什么要以为是北检讲的呢 这有这么难吗 管长三立记者渗透北检七年 你不办我笑你 你办我才笑你 你在干嘛呢 他说这个三立的记者 渗透到北检里面 他是检掉不等于北检 这三立记者讲说 我经营检掉七年 他没有说我经营北检七年 事实上跑北检的记者 也没有人认识他 他明明是跑立法院的 怎么会是突然又跑北检呢 他哪有讲说他渗透北检 他自己讲的 他说他经营检掉七年 那检掉不等于北检 这就很难吗 管长你到底在瞎掰什么呢 他说北检你办不办 他连图都有 这叫图吗 这是示意图 管长他拜头 这三立做的动画这么丑 他就说北检连 他都连图都有 这图是假的 你以为这个是 真的是检察官的图吗 你以为这个 这动画做那么丑 他以为是真的 你看我们这个郑元凶 七年怎么经营 凭什么你有资料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料 你看我们齐凯兄 北检你要自侵 北检为什么要自侵 周楚楚伤害 这个是陈桂林 为什么周楚楚伤害 他明明在说的 这些是你说什么 他不等于北检 你为什么不把葬身在北检 北检记得请我吃饭 我帮你讲话你看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我不太懂啊 那个时间是 7月11郑文昌收压境界 彭震生限制出境是八月十二 这都很久以前了 你看郑文昌 后来五百万交保 一千两万费 后来被收压了 这7月11后被收压 这是今天早上彭震生 被提训的一个堂堂的副市长 现在变一圈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 这多久之前的事情 7月11 8月12 今天是9月12没有错 对不对 这都一两个月之前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看 柯文昌被搜索是什么时候 8月30 在座各位都比我 其实我没有见过柯文昌 很抱歉 刚刚没柯文昌 那你觉得柯文昌有这么笨吗 7月11郑文昌收压了 8月12彭震生压缺人限制出境 8月30日检察官去他们搜索 还会查到USB 你相信 我是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很多案 就怎么可能呢 还望到没练成 津华城的案子 炒了大半年来 他还把那个USB 放在家里 让检察官去查到 然后这个镜座刊的记者写 三立的记者写 大家看得欢迎得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好不好 各位观众没有 不是说我今天我要挖洞自己跳 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我请问大家 我就用这个三个案子 来做我的结论就好了 这三个大家都认识 马英九 徐巧新跟这个高端 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疫苗 这个齐凯兄现在是立委 任重道远 我不太懂 为什么高端的保护力 到现在不知道 有哪一国的疫苗是这样子 都打完了 卖完了 不晓得高端的这个保护力 是多少 那我就讲马英九 徐巧新 跟高端案 我请问大家 也算是我为这个节目的牺牲 我就请问镜座刊 你写了这么多马英九的三中案 写了这么多徐巧新的弊案 你在COVID-19今天报导的 这么多高端的新闻 我很抱歉 我请问镜座刊 我请问裴伟 裴伟张旗凯也认识 哪一条是真的 哪一条是真的 你只要一条是真的 徐巧新就进去了 你只要一条是真的 马英九就死了 马英九 徐巧新高端 你进桌看写了几条 写了几次 那为什么徐巧新还在当立委呢 徐巧新如果被收押 我也要学王世坚去送鸡鸭饭 跟起酥蛋糕 王世坚会耍饱 我不会吗 你不知道北索土城外面 一堆SNG吗 要作秀的赶快去 那哪一条是真的 那你 观众朋友 我就以身四法 口水都喷到这里来了 我不太懂你们 到底是要干嘛 这哪一件是真的 每天静座刊出来 大家一定要抄 一定要抄 那你们不就是 静座刊的共犯吗 ATM 哪一个有ATM的画面 你跟我讲 那陈佩琪 那欠斗內套 你哪一个人有画面 USB有谁拍到了 那我请问大家 有谁跟马英九道歉 有谁跟徐巧新道歉 你们不就是那些狗仔的共犯吗 马英九三中案被录音 马英九怎么样 徐巧新她的大姑怎么样 徐巧新贪污洗钱收费 什么样样都来 连金华城徐巧新也能 也能够卡一个角色 那就会这样 哪一条是真的 大家看得到这样 看得到这样 看得到这样 一定要抄 静座刊今天写什么 就抄什么这样子 然后把责任都推给静座刊 那你们比狗仔还不如 不谈这个不行吗 不谈这个都没东西谈吗 国家社会都没有事情谈 然后每天就去拿这条 他上个礼拜四 九月五号才被收押 才一个礼拜才八天而已 你就要纏案情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礼盲 跟烂情跟潜谍 柯文哲收多少钱 金流在哪里 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弊案 一张押票两个月 两张押票 他最多可以押四个月 为什么一个礼拜 你就知道案情呢 你在急什么呢 检察官都不急你很急 你每天都没事情 金流 金流 你有金流吗 你有金流吗 你到底在干什么 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跟各位讲 我没有要帮北检讲话 你今天你最后 如果没有办法起诉出来 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齐凯兄 郑元兄 力文 都在这里 他们都会处理 你北检 你必须接受大家的检论 不是 你是在办什么 就跟办郑文燦的案子一样 你在办什么呢 对不对 可是现在而已 才一个多礼拜而已 你在催北检什么呢 三立讲的也算北检的 靖州刊写的也算北检的 我不晓得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每天都指的 你为什么帮我 他没有办法 他讲什么 他去搜索靖州刊吗 他去约谈三立的记者吗 你防害新闻自由 台湾重回戒严 你又要骂他 你到底是要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很简单 你只要每次看到这些案子 你只要回想这几个人就好了 靖州刊写了多少条 马英九的弊案 徐晓星的弊案 你就告诉你哪一条是真的就好了 何苦呢 对不对 那人家媒体他去写 他去作文比赛 他有截稿的压力 他去掰那个剧情 那我们能讲什么 那就你古人做了 古人疼 本来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要随之起舞 你为什么要以为他是真的呢 为什么 因为你很无聊 因为你很少看这些案子 你就觉得说 这样陈佩智去驾智 你怎么会驚这样 你不是完全 那你再回想看看 看 我没有很久 徐晓星的大姑被收押 是今年的三月底 约莫半年前 几个月前而已 你看像徐晓星被靖州刊 凌辱到什么状况 什么爆料 什么各种的 难怪他会哭倒在复昏旗怀里 各种那种压力 有没有 好像千夫所指的 我那天 微调校院问他说 那到底有谁传你 他说监察院有去问他一次 问他贷款的问题 监察院不是北检 监察院问他一次 就这样 外交部去告徐晓星泄密 什么乌克兰跟捷克 什么一千万美金 那个有没有 吴钊燮不是骂他吗 说你什么妨害什么 什么邦交什么的 北检连开庭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那你在干嘛呢 他的大户已经被起诉了 起诉名单也没有徐晓星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些看绿媒的朋友 你不去问四叉猫 你不去问李振浩 你那时候徐晓星惹到这样 他怎么都没事情 马英九叫你站到这样 马英九说变职业2亿 马英九说六合彩组头3亿 3亿在苗栗 梁文杰讲的 他说你收3亿 梁文杰讲的时候 他坐我旁边 我想说 他坐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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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怎么想三亿 黄英九很高 想三亿 连勇库都去补 結果收人家3亿 有吗 梁文杰现在当陆委会副主委 笑死人了 对不对 那你解马英九 马英九到现在 不是说蔡英文都下台了 马英九都还没收押 不要再被骗了 不要那么好骗好吗